刚好 这球是初戒 很可惜 稍微初戒了一点点 再来看一下 看不见 看见 在那个慢镜头那个控制 也是要时间要配合的很好 要跟现场进行的情况要配合 对 那么比赛现在进行到2比4 目前是中国队暂时领先 那么开局到现在 双方其实打的还是比较慎重 再一个呢 就是双方的失误度还是比较多 尤其是在这个前半场 那虽然在上一次交战 是由印尼的组合取得胜利 不过呢相信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呢 中国队是绝对有机会呢给印尼队呢是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压力 因为呢这一次毕竟呢中国队是击败两只大种子的队伍 好球 漂亮 谢谢中国 那么这平收党的这个质量还是相当不错 我们看一下 一个高点的一个对角 也正好是印尼队的一个空档 非常有信心 谢谢中博 夺回了罚球权4比3 是的 手作 漂亮 进攻的路线那么也非常的明确 看一下 头顶起跳一半的扣伤 对也是这个弱点也在女孩子最难守的一个弱点 5比3 这个跳球呢还是出了底线气味 对那么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力量 那么就是把这个弧度要调到 因为到目前为止 跳球应该有三个出界了 好球 虽然这个球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发力 但是呢这个球呢因为他下压的比较快 所以呢我们看到 这个印尼这一位选手呢根本就来不及去反应 好球 那么 张亚文在发完球以后的跟进的意识还是非常快 所以刚才这个前面的这个突球也为这 谢中博呢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7比3 很可惜这个短球没有发进 3 林尼队夺回了发球圈 3比7 4分的差距 危险 哇 还是发球直接得分 4比7 又危险 这球呢就是他挡了 你可以挡但是你要挡的这个要对方的没有人的位置 7我们看着就是他挡的正好是在印尼队这位女选手这个就是可以说很顺的一个地方 嗯 嗯 嗯 菲迪安拓刚才反拍这个平准是又出现失误 5 7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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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谢东博自己感到非常可惜 他刚才呢在平抽压得不够 球是直接是打出了底线机 今天在杀球在赢分方面 中国队是有七个印尼队 只有两个 好球轻调位 在往前的张亚文呢 是创造一个扑上来的机会 那谢刚才在往前的控球呢 是过高 给了张亚文一个很好的扑球机会 那谢今年9月才满20岁 又是在往前输了 连印尼的男将魏迪安拓呢 在往前也是感觉有点压力的 对因为张亚文在往前 那么他的扑往的意识还是非常强 所以刚才前面的几个球呢 可以说是意识都非常好 而且还非常成功 所以这样无形当中就给印尼队 不管是男的女的 就是在往前方面呢 已经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对 所以当他们要出手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小心 现在是9比5 中文队已经是有四分的优势了 那毕竟呢 今天在战时呢 这边的位置呢 是属于一个顺风 所以呢 看见谢东博呢 在挑球呢 已经也出现了好几个失误 对 那么就是 刚才我们讲 当你这个收入的时候呢 你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一方面就是力量的控制 一方面就是弧度的这个控制 那么都可以使这个球呢 就是说 能够达到 就不能一直这样出现 这个失误的情况 可惜 刚才虽然已经跟进到 不过在南杰 这一球里头呢 还是力道没有掌控好 出现了失误 谢中博 那现在印尼队又赶进了 2分 7比9 想要来一个重复路线的过渡 还是打得出现哪些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双方攻守 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就打了这么 一两个来回这样 就是这种交往 那么基本上还是以这个 半场 把这种平抽档 挡网这样的方式 过很多时候呢 看一见呢 印尼队每每的 就是在过度往前 这一球呢 就失误比较多 的确呢 赞尔文今天在往前 也给他们在 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对 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就是说 他在前半场的 这个意识比较快 而且尤其像他这个 往前的这个铺网 这个意识都非常强 所以呢 就令对手在 回当往前的时候呢 就要多思考 就是在有压力的情况 现在出手呢 就会 会有点忽畸 没错 这个球我们看到 其实他已经准备的 应该是在他预料当中 所以他也觉得非常可惜 张尤文被逼到货场 好球 好球 连续三板的大力扣伤 谢中国 非常有气势 再来看看 出了高球 这一板球真的过度 非常漂亮 这球看见 又是一个碰网过 哪里 印尼队呢 只能眼睁睁 看着球落地 确实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 张尤文在后场 那么在及时的通过 这一个变化 那么把这个位置给能够换过来 那么这就是双打里面 所需要做的 那么作为对手呢 他当然希望把女孩子 能够调到这个后场 因为毕竟出来的球呢 这个威胁不是很大 对 那么 那相反来说 作为这个被 这个调到后场的女选手 就要怎么样 把这个位置再调回来 好球 看见呢 眼神非常的坚定 两位中国的选手 哇 那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11比7 11 7 2nd server 印尼队现在的感受 压力越来越大了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因为谢中文 目前的进攻 给印尼队 还是造成比较大的 这个压力 可以说他的威胁 还是非常大 对 再加上张尤文现在往前呢 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 就是他的威胁 也给对方造成的 比较 心理上比较担忧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目前这种的形式 可以说还是非常的有利 对 当然就是要对自己来讲 或者要减少一些失误 没错 那刚才呢 就是第一 这个回球呢 刚刚是推出了 这个界外 也让罚球权呢 让回了给印尼队 谢中博 个子非常高 那占尽了 这也高空后场的 杀球的优势 这张点文 突然个子挨小 不过再往前的 第一次呢 反应也是非常灵敏 来看看能否呢 在印尼队这两个罚球里头呢 做出一些的破坏 那 看看能否呢 阻止对方 增添分数 韦迪安库的罚球 好球 哇 这位球呢 是刚好推到呢 纳西尔非常难受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因为这个球正好是 这个拍子呢 很难挥 就算你挥出去的那些球 可能过来的质量 也不是特别好 对 跳起来 好球 可惜 刚才回答往前呢 这一板呢 不见过高了 让韦迪安拓能够呢 快步到往前 做一个扑杀 对 对 8 11 2 2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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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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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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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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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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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 在这个混双比赛当中 当 防守的时候呢 这个男选手呢 他的防守的面积会比较大 因为他还要照顾到这个 这选手 可惜 这条球呢 想要过度一个对角后场 但还是出了边线界外 7 8 1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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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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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从这高空的镜头也看见呢 这场馆的非常大 而在右边的位置呢 是有一片场地呢 用那帘子呢给隔开 是用来做一个热身的场地 那刚才已经看见了两位女单的选手 张宁跟谢信芳呢 已经在那边做热身活动 那么目前是12比11 印尼队组合 那么从落后的情况下 那么追赛的目前是领先一分 对 那刚才一度呢 是7比11落后的印尼队 好球 那刚才谢中国呢 又是杀到纳西亚的 非常难受的位置 这球呢 虽然他能够挡到 但是呢 这个力量控制方面 还是不能够做出一个过往球 中国队多回了 打球圈 非常紧张的一个局面 分数是一分的差距 11比12 那么应该还是要多 采取这个进攻 那么更应该在这个前半场 尤其像这个张亚文 一方面要创造机会 一方面就是 在前半场要争取这个主动 哇 这球杀得很长 一直呢 想追向的那些很难受的 那个位置 再来看看 这球呢 最终还是杀出了底线界外 那变成现在中国 就是二发 张亚文的罚球 好球 过度 好的 调整一下位置 好球 很明显 那么就是前半场 那么 赞亚文还是相当不错 所以尽量就是要发挥自己的特长 那么为这个 谢仲波多创造这个杀球的机会 现在比分是达成了平手 12比12 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张亚文继续罚球 再往前 这第三拍 没有处理好 那伊尼队在罚球之前呢 也是先谈着暂停 我看见了 在羽毛球的项目里头呢 最成功的两个国家呢 就是中国和印尼 而在这个 IPF所有的赛事里头呢 这两个国家 他们取胜呢 基本上是达到 这70% 这个取胜的比率 进一队的二方 可惜 那么刚才 这个谢仲波在准备的时候呢 稍微欠缺了一点 那么所以在接球的时候呢 稍微慢了一点 接球点偏厚了 那伊尼队来到13分 这两个点压得还都非常漂亮 伊尼队 把这个发球权又让给了中国队 现在比分是12比13 我刚才裁判也是给维迪安拓了警告 因为其实来踢球也是有点不礼貌 是的 因为羽毛球还是一个高尚的运动 所以还要注意个人一些小节 好球 他看见维迪安拓呢 他很想再往前做这个垂死的挣扎 13-0 张亚文 4-2 4-2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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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Internationale cantile 然后球全球小派 但这个阶级都已经做得到 黑泰 touch ию 全球小派 孟ンビ的反应 就显得在场上有点被对方控制的这个局面 所以这时候呢 看一见呢 中国队也是要求暂停一下 那就是理一下呢 自己的思路 对 其实首先还是要保持场上的这个主动权 那么这主动权怎么来 当然是要靠这个速度 如果你没有速度的话 那当然你是属于一个被动的局面 对 看一见呢 中国队还有印尼队的国旗两位这球迷呢 都不停的挥动他们的国家的这个国旗 看一看到底呢 中国队能否呢 在印尼队手中都会发球去 好球 那的确呢 刚才那个暂停的对中国队还是有帮助的 成功的阻拦呢 刚才印尼队这第一发球继续得分 好球 对 这个就是快 你如果没有快的这个意识 那么就像刚才 在第二局刚开局的时候呢 就显得比较消极一点 所以刚才 这个短暂的这个 暂停 调节 那么还是带来了这个好的效果 这个球呢 出了有点危险 因为刚才 他的这个出后场 印尼队的这一位 威利扬托 还是有这个能力来进攻 还好就是对方这个位置不是特别顺 那么这个球呢是打了出界 那么在场馆有些风向情况下 所以有些球呢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起高球 因为起高球在空中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呢就是不许 不要要求太高了 不要要求那么准确 当然你有些推球 有些扑球还是可以 因为毕竟那个速度比较快 好球 高起来 那么刚才这个球呢 一路没有出的去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 印尼队这个女选手呢 那么风压还是相当这个紧 那么不宜第二局 那么目前是5比3 那么印尼队都回来发球权 还是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对 那么双方其实现阶段打的节奏 还是非常快 因为中国队呢 也加快了这个速度 所以导致印尼队呢 他们也相应来说 要保持这个场上的控制权 也应要把这个节奏 要放得比较快 6比3 为迪安托的发球 好球 那么这个球 其实印尼队这位 弄忘了他在 缩失了一个机会 因为刚才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这是后退的时候呢 这个不够快 因为这个回球的质量不好 刚才是因为这个 张晃文在往前 其实一个质量 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 我们还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好球 好球 那么双方印尼队这个变性 还是都相当出色 有些球看上去非常被动 可是突然的变现 还是能够取得效果 好球 那么单才这个球 可以说是 印尼队又错失了一个良机 哇真的 看见谢总统刚才 飞升就这个球呢 的确是有价值了 再来看看 脚步跨不出去 但是这一飞升 把球挑回去 反而是构成了 为迪安托呢 这一板的下跃出现的过往 这就是机遇 很可惜 那么印尼队这队组合 那么在 大好形势下 那么这个球 出现了这个失误 当然对周公六来说 像 这个谢中 我刚才的这个付出 那么还是值得的 没错 那现在很有气势的 夺回了 八球圈三比六 那现在接下来的任务呢 就是把这个落后的比分呢 追上去 那么这个球 一方面对双方运动员 在多拍以后 那么是 有一定的这个辛苦 那么再一个呢 印尼队 能够及时的暂停 目的也是要调整一下心情 因为这个球 相对来说 会有一些懊悔 因为毕竟 好像可以说是 到手了这个一分 对 就丢掉了 哇 那其实呢 虽然说这个羽毛球的场地 这么小 但是呢 打一场比赛 相 就计算下来 差不多就是 选手已经是跑了一里路 就是走了一里路 你说这个场地很小 场地很小 场地很小 但是因为再来回的奔跑 没错 就相等于是 走了一里路 对对对 其实羽毛球这项运动 在众多运动里面 算是个比较激烈的 而且比较累的一个项目 对 好 那么刚才中国队 通过刚才一个 戏剧化的一个变化以后 那么比分呢 可以说是逐渐的赶上 这也说明中国队 运气呢 也渐渐的这个 在靠向了这个中国队 5比6 好球 防守还是相当不错 调起来 打球 那么在比较乱的情况下 还是做一些调整 可惜 就是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球呢 就是你还是可以做一个过渡 因为这球还算阶内蛮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就是没有把握 还是尽量把这球先过渡过 我看见呢 现在两队也是先暂停一下 中国队目前呢 还是取得 在比分上比较接近一局在手 而且呢 现在手上还有第二阀球 在 今年呢 2005年 第14届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 已经是来到了最后的一天 那在今天里头呢 将要进行呢 这三项 四个的决赛项目 在昨天里头呢 已经完成了一项 就女双的决赛 中国的组合呢 是包揽的这一次呢 前三的名次 那冠军是去年 雅典奥运冠军 杨伟跟张杰文 那雅军呢 是高龄黄穗 第三名呢 就是今天也在滚双呢 进行比赛的张雅文 跟张丹 那现在呢 中国队呢 刚才很可惜呢 这一次是被呢 印尼队攻破他们防守呢 现在在第二局的比分 还暂时落后一分 5比6 印尼队 接下来 会有这个罚球的机会 纳西尔的罚球 那么中国队这一次 在世界锦标赛上的表现 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那么 已经有一块 女双的金牌到手 那么目前 除了男双 没有进入这个决赛 那么其他项目都 有中国队的 争夺的这个机会 5比6 中国队罚球 谢中博 马西尔连续起跳的杀球 还是没有凑效 所以我们在说 这个女的选手杀球 效果呢 就是危险的 没有男的 那么凶 可惜 刚才那谢中博 想要来一个大对角 但这一阶杀球呢 距离这个场内 有效的得分位置呢 还是有一点的距离 那么谢中博 其实杀球 还是有些特点 另外一方面 他的这个变现 也是比较多 我这球没有过 6比6 看一下慢进度 差一点点 这一球呢 最快的一阶杀球呢 曾经是有161英米的时数 我现在 张尔文继续发球 6比6 出现了误会 对 因为从这个场地的这个复制范围里面 这个球呢 应该是谢中博来接 但是呢 因为谢中博刚才接完球以后呢 回防的这个稍微慢一点 所以变成他的这个准备的不够 调整过度 好球 张尔文 那么连续的封网 而且可以说 他封网的这个速度 意识 跟他的出手的一些都相当不错 来看一下 所以个子虽然矮小 但是出来的球还是相当有危险 那论这一次呢 参赛的选手呢 相信最矮小呢 要属台北的选手 郑少杰 郑少杰 可能也还有比他矮的 但是他没有出成绩 你不知道 你没有统计 那也是 没错 再次出现了 中国对两位选手之间的一个误会 当然这个球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谢仲博接比较合适 因为毕竟你是一位男的选手 不管是启动力量方面 那么都应该来的要比这个张尔文要来的强 而且这个球呢 可以说也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他 现在是印尼队的第二发 韦迪安拓的发球 这球滚得过去 所以有时候从上面看 看这个阁往还不错 但是如果看他打的过程 也就看不太清楚 变化 对对 8比6又带出了两分的优势印尼队 这位中国队就是要特别小心 这个时候的比分 因为已经将近这个10分了 这个是一局比赛里面分数最关键 最重要的时候 谢中国个子非常的高大 还防守不过多好 又是这个判断上的错误 刚才这个防守这个变现还是非常好 可以说已经是从防守当中 转换成了这个进攻 只是很可惜 那么再次出现这个 判断上的这个错误 对 那刚才呢 看见这球的落点的距离出现还蛮多的 对对对 所以这里面 从我个人认为 这个判断的事物 有几个方面 一方面可能是场馆上面有缺失失 有风 可能会影响了正常的判断 再一个就是因为 消耗了比较多 体力方面 就是出现了一些比较辛苦的情况下 也会造成判断上的这个错误 这球呢裁判已经判了 他认为呢维迪安托在往前呢有碰到那个球 而纳西尔是第二结束那个球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 肉眼的感觉 但是就是跟真的 现在确实 要用什么东西来证实 哇 来看见了 因为你对两位教练也是没什么表情的 对对 哇 来看看这 好像是没有碰到 因为球运行的这个轨道还是没有受到变化 对 没错 一般来说其实你碰到这个球应该会 飘一下 对对对 它的运行会受到这个变化 当然作为这个 优秀运动员 那么对场上所面对的这样的问题 我想应该要正确的对待 因为一个裁判 他不可能说 对每一个球都好像 都是特别的准确 包括就像这个四线圆 那么有些球确实就是 他可能是碰到线了 但是你不可能 有些肉眼或者他的速度 来关系不可能那么准确的 对 那天天啊 这位主谈的是来自英格兰的 Phil James 好球 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转机 那么刚才可以说是裁判 搬了中国队的一个 可以说搬了一个忙 那么在要好好的利用这样一个转折点 可能这场比赛之后两队都会很记得这位裁判 那是肯定的 赢的一方要感谢 输的一方 要埋怨 埋怨也没有用啊 当然我想这个是一个转折点 但是也不是说重主要的 因为你不能说这个球 你就输掉这场了 因为你还有 现在你毕竟你英零队还是属于一个领先的 这个局势 对 所以最重要刚才就讲了 一个优秀能源 就是面对这样一个转 应该要能够正确的对待 你就当自己刚才确实碰到了 那你就会理所当然的对对心态 现在比分是8比10 这球呢还是被纳西尔在往前呢 能够做出一个封锁 成功呢 做出了一个扑杀球 中国队 那么还是要加强场上的这个速度 把这个节奏呢 还是要快一点 嗯 这个球内挑的质量不够理想 让维迪安托呢 很轻松来一个正手的扣杀 对 因为他这个正好是维迪安托的正手区 所以特别的顺 那么在特别顺的情况下 那么谢中博这个出球的质量 又不是特别到位 嗯 比林队夺回的方向球圈 10比8 好球 那么刚才张亚文还是跟进了 稍微慢了一个 嗯 非常可惜 这个整拍 没有过往 那么刚才很明显 那么张亚文虽然在后场是被动了接了一个球 但是跟进的 就是回防 还是慢了半拍 如果再跟进的话 可能刚才那个球还不至于那么被动 嗯 那现在印尼队 再一次夺回了法球圈 11 这个11比8 刚刚又增添了一分 嗯 这球呢 边 出了边线界外 那现在的分数又添了1分12比8 中国队在第二局呢 目前是落后4分 相信现阶段 中国队这队组合的体力呢 好像有一些 不像刚开始那样 所以呢 在场上的这个节奏呢 要比刚才要慢 嗯 还好身材高大 谢中博刚才呢 感到在正拍 这一阵阵守的 推球呢 这扫球呢 还是成功的压制了对方的防守 破坏了对方的第一发 现在是第二发球 维迪安拓 这一次没问题了 是出界了 8比12 落后4分 好球机会 可惜可惜 自己创造的机会 可是呢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扎压王这个球呢 因为 他接呢 尤其像第一个球 接的有点手软 那么第二个球呢 确实是因为 他接不到那个球 而这个 谢中博呢 如果要去接的话 又觉得那几球点呢 又偏前了一点 所以这个球呢 确实有点可惜 8比12 可惜 所以 如果个人的分析来说 应该是体力的下降 所以精力呢 明显的就跟不上了 所以才会出现 这一连串的一些 不利现况 又是 一个接方要求的失误 所以这个双打运动员 包括像混双运动员 这个场上呢 就是说精力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的精力一下降 整个出手 或者那些反应 启动都会下降 所以这样就会影响 整个场上的局势 没错 那看见呢 又是 纳希尔在往前呢 在一个 回放的一个 直接得分 那现在比分来到 14比8 印尼队 在赢下这一分 就可以把这一场 混双的决赛 逼到第三局 来分胜负 那最终看见的 印尼队还是呢 顺利拿下了第二局 最后的一分 他们是以 15比8 为他们在这一场比赛呢 是成功的 扭转 形式 那现在双方 打成了1比1 这些移动啊 速度方面 都已经明显下降 所以引起他们 在场上 一些失误也比较多 而且一些优势 也看不到 那么希望能够 在休息五分钟过后 那么做一些调整 那么能够 再次展示 这个在第一局 当中的一些 比较快的 比较好的一些 激战术 战亚文的罚球 0比0 那上一届呢 在英国 博明翰的 虚拟标赛呢 当时候印尼队呢 就是五个项目呢 都是奖牌落空 上网的意识 还是非常快 但是呢 出手的时候 要稍微控制一下 写中博的第二方 那看见纳西尔 这个球呢 还是看得非常的准 刚才呢 在往前呢 也是判断到呢 对方这个出球的位置呢 赶紧呢 也是在往前 这一板的封杀 破坏了中国队 两个罚球得分的机会呢 现在夺回了罚球圈 好球 双方这个防守的能力都还相当不错 那看见纳西尔 刚才也是给纳西尔 一个提示 出界 那这球呢 事实真的也出界了 印尼队成功的 在决胜局的比赛呢 是先打开 记录1比0 看见纳西尔 在往前 这个跑动 还有封锁的 也是真的非常积极 对对 这也是近几年来 印尼这个女的选手 算比较好的一位选手 对 那这一队组合 可以说呢 也是继米娜娜迪呢 还有戴克斯之后呢 算是比较出名的一队 很霜的组合 对对 2比0领先 好起来 好球 这球想要来一个重复的路线 但可惜 是刚刚出了边线界外 对 但是呢 刚才我们从这个镜头来讲 就是说他这个球出球呢 还是非常有反击 跟这个反攻的这种意识 而且球的质量可以说也是非常好 对 哇 那在于印尼队呢 这开局的气势相当不错 那现在比分已经来到3比0 哦 现中国在往前 在接发球的失误 那么第三局可以说开局非常不利 那么我想应该是 体能方面直接影响了中国对这队组合 在这个第二局跟第三局这个正常发挥 因为精力的下降 再加上这个场上呢 这个现在可以说明显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情况 一方面就中国队的士气呢 已经开始渐渐的低落 而印尼队这时候可以说是越打越顺 这球呢 纳西尔在头顶区这一板的下 要还是初见 看见今天这杀球这得分呢 虽然中国队这数字呢 是印尼队的伤倍 不过在现阶段的第三局呢 那基本上呢 这还是处于一个劣势 其实呢杀球多 相对看见呢 印尼队他们其实呢 这防守也是非常的好 对对 及时的变化 好球 那还是要通过他们积极的进攻 所以现在对他们的是一个考验 因为你要进攻 就必须多花这个力量 那么速度各方面都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 所以呢 又在这个体力 可以说是比较下降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队 中国队可以说 现阶段是一个考验 所以看见两位选手 现在呢也是先喝喝水 印尼队这边也一样 但是你也不可能一直用喝水来做这个调整 在这个眼前只能够靠这样子 今天这个裁判 我觉得还算比较仁慈的 对 因为像之前我们看到很多裁判 就是说 不准 不准对 连这个插汗 这唯一只能用插地板的这种理由来 对 其实有的时候裁判也要 以当时候这种的合理性来判断 到底容不容许选手做出某一些的要求 就是每个人的对合理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对 你又没有说一个明文规定什么是最合理的 没错 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看这个裁判他自己 人性的表达 也不能说人性 因为太人识了可能也不对的 这个尺度的掌握 看见呢在赢了第二局的比赛之后呢 的确呢可以说呢印尼对他们士气呢 比起中国队要旺盛的许多 所以这里面就场上有很多就是好像恶性的循环跟这个良性的循环 一个人的一个对组合的他的士气旺盛的话 那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种循环 对 那么士气的下降这是一方面会变成一种恶性 再一个呢就是像目前中国队处于一个就是体力下降的情况下 那么出现了恶性 那么体力直接影响他的这个场上的精力 那么精力的下降呢又导致他包括像刚才的判断上面 场上的这个速度方面都会出现这个 不良的这一个恶性循环 哇那刚才的是判断谢中博呢 一个先移动接发球先移动 不过呢谢中国也是 认为呢对方呢是一个两个动作的发球 对对 哇那变成了刚才呢是直接派了一分给印尼队 哇那现在又是一个杀球碰往过 哇那看见呢在只是呢半局的比赛头呢 现阶段对中国对谢中国跟张亚文是非常的不利 确实刚才我们在解释就是现在属于一个 士气旺盛的印尼队的组合呢可以说是所有好的东西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没错就像不管是场上的士气啊 场上的这些运气啊 那么都可以说是比较偏爱他们 那么作为中国队要想扭转这个局势 那除非就是首先要把这个士气掌要提上来 再一个呢就是场上的速度肯定要提高 否则的话 光用嘴光用说加油这种我觉得是很难改变这个现状 看见两边这个组合呢都已经是换了去 印尼队是8比0 在决胜局的赛事里头呢取得非常好的领先优势 那现在呢他们换边以后呢是背对镜头 而中国队是在镜头的上方 刚才呢想要过渡了一个比较编的落点 这球很可惜又是打出了界外 尾迪安拓又换了一支球拍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变成这已经是他用的第四季第四支球拍 还有几支啊 刚才叫他全部打断算了 哈哈哈 打断自己的还有队友的 啊 那么谢中博再次出现了这个失误 看一下慢进球 想来一个这个半场那么球呢是出现了这个没有过往 第三局的形势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的不利 在前轮的赛数里头呢 印尼队对上了泰国队 当时候呢他们在第三局也曾经一度呢是以8比0领先 0比10 做目的德国的发球权 张亚文的发球 尾迪安拓 这个头顶的半场扣杀的一个下压的失误 1 10 终于打开记录 中国队1比10 其实既然现在落后那么多 那还不如就是说给对方先攻 因为我从开始到现在就是说 中国队的防守应该还是可以说是不错的 所以说印尼队也不是那么轻易能够 30 中国队这队组合 那么目前如果真是体力比较弱的情况下 那么不如就把球挑起来 那么加强一些防守 那么这样保存一点实力 然后再把对方的这个位置这个拉开 寻找这个反击 寻找这个这样呢可能会 效果上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意味着去跟对方抢 现在目前呢自己的这个场上的主动权又抢不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比较乱 那两位中国选手刚才还在互相的鼓励 嗯 很可惜呢 刚才的这个阶发球再度没有处理好 因为你的精力下降 所以你要斗再斗这个快的话已经不如人家了 所以干脆就把速度另外就放慢一点嘛 你把球挑起来嘛 嗯 哇 那现在第一圈来看见 中卫队呢十五连连 在打法方面呢还是希望能够呢保持积极 你可以积极的防守 这个也是一样积极嘛 对 哇 两个都已经失去了位置 应该是很难 嗯 很难 打比分领先 印尼的维迪安拓和纳西尔 第三局已经来到十三比一 纳西尔 继续发球 哇 这反拍过度往前的质量真好 因为他现在可以说是比较随意了 对 因为他没有这种球 就像这个球打不位也无所谓 在这种心态下 他当然就会 出来的球会比较 质量比较高 好 那看见了 championship point 现在呢 这对印尼的组合 维迪安拓和纳西尔 已经来到这场滚双角色的赛末点 冠军点 化解了第一个中国队 我还面临第二个 李永波跟陈信东已经都没什么表情了 当然这种 就是这种机会可以说是很渺茫 对 百分之一就没有 百分之零点零点一 来看看这一轮的发球 能否呢 改变一下分数 好 来看见这一届杀球呢 再一次呢是攻向谢中博和张耀文的中间位置 那两位选手呢都定在那一边 不知道谁去打 对 二发 大纳西尔 这一回 打往前 没有过 赶了一分 中国队2比14 还有12分的差距 打往前 刚才这一届罚球呢是让纳西尔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回击 又把罚球权给夺了回来 第三个冠军点机会 第一名队 出界 第四个冠军点 第四个冠军点 终于 他看见这一次赛会的四号种子 印尼的组合 维提安托和纳西尔 他们在今天这场的决赛赛事呢 是在先输第一局的情况下呢 是后来居上反败为胜 那以13比15 15比8 跟15比2 那即败了11号种子中国的年轻组合 谢正伯和 那么谢正伯其实杀球还是有一些特点 对 另外一方面他的这个变现也是比较多 我这球没有过 6比6 6比6 看一下慢进度 差一点点 这一球呢最快的一 第四个球呢曾经是有161英米的时数 现在 张尔文继续发球 6比6 出现了误会 对 因为从这个场地的这个复制范围里面这个球呢 应该是谢中博来接 但是因为谢中博刚才接完球以后呢 这个回防的这个稍微慢一点 所以变成他的这个准备的不够 调整过度 好球 张尔文 那么连续的封网 而且可以说他封网的这个速度 意识跟他的出手的一些都相当不错 来看一下 所以个子虽然矮小 但是出来的球还是相当有危险 那论这一次呢参赛的选手呢 相信最矮小呢 要属台北的选手 郑少杰 郑少杰 可能也还有比他矮的 但是他没有出成绩 你不知道 你没有统计他 那也是 没错 再次出现了中国对两位选手之间的一个误会 当然这个球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谢中博接比较合适 因为毕竟你是一位男的选手 不管是启动力量方面 那么都应该来的要比这个张耀文要来的强 而且这个球呢 可以说也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他 现在是印尼队的第二发 韦迪安拓的发球 哦 这球滚了过去 所以有时候从上面看 看这个狗网还不错 但是如果看他打的过程也都看不太清楚 眼花 对对 8比6 又带出了两分的优势印尼队 这位中国队就是要特别小心这个时候的比分 因为已经将近这个10分了 这个是一局比赛里面分数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候 谢中博各自非常的高大 还防守不过度好 又是这个判断上的错误 刚才这个防守这个变现还是非常好 可以说已经是从防守当中转换成了这个进攻 只是很可惜 那么再次出现这个判断上的这个错误 对 那刚才呢 看见这球的落点的距离出现还蛮多的 对对对 所以这里面 从我个人认为 这个判断的事物有几个方面 一方面可能是场馆上面有缺失事有风 可能会影响了正常的判断 再一个就是因为消耗的比较多 体力方面就是出现了一些比较辛苦的情况下 也会造成判断上的这个错误 对 这球呢裁判已经判了 他认为维迪安托在往前有碰到那个球 而纳西尔是第二结束那个球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 肉眼的感觉 但是就是跟真的现在确实 用什么东西来证实 哇 哇 那看见了 因为你对两位教练也是没什么表情的 对对 哇 来看看这 好像是没有碰到 因为球运行的这个轨道还是没有受到变化 对 没错 一般来说 其实你碰到这个球应该会 飘一下 飘一下 对对对 它的运行会受到这个变化 当然作为这个优秀运动员 那么对场上所面对的这样的问题 我想应该要正确的对待 因为一个裁判他不可能说 对每一个球都好像都是特别的准确 对 包括就像这个四线圆 那么有些球确实就是他可能是碰到线了 但是你不可 有些肉眼或者它的速度来过 你不可能那么准确的 对 那今天这位主谈的是来自英格兰的Phil James 好球 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转机 那么刚才可以说是裁判 搬了中国队的一个 可以说搬了一个忙 那么在要好好的利用这样一个转折点 可能这场比赛之后两队都会很记得这位裁判 那是肯定的 赢的一方要感谢 输的一方 要埋怨 埋怨也没有用 当然我想这个是一个转折点 但是也不是说主要的 因为你不能说这个球你就输掉这场 因为你还有 现在你毕竟你英零队还是属于一个领先的这个局势 所以最重要刚才就讲了一个优秀能源 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球 应该要能够正确的对待 你就当自己刚才确实碰到了 那你就会理所当然的对队的心态 现在比分是8比10 这球呢还是被纳西尔再往前呢能够做出一个封锁 成功呢做出了一个扑杀球 中国队那么还是要加强场上的这个速度 把这个节奏呢还是要快一点 这球呢挑的质量不够理想让维迪安托呢很轻松来一个正手的扣杀 对因为他这个正好是维迪安托的正手区 所以特别的顺 那么在特别顺的情况下 那么谢中博这个出球的质量又不是特别到位 嗯 比尼队夺回的方向球圈10比8 好球 那么刚才张亚文还是跟进的差别慢了一点 嗯 非常可惜这个整拍没有过往 那么刚才很明显 那么张亚文虽然在后场是被动的接了一个球 但是跟进的就是回防还是慢了半拍 如果再跟进的话可能刚才那个球还不至于那么被动 嗯 那现在印尼队再一次夺回了方向球圈11 这个11比8 刚刚又增添了一分 嗯 这球呢边 除了边线界外 那现在的分数又添了1分12比8 中国队在第二局呢目前是落后4分 相信现阶段 中国队这队组合的体力呢 好像有一些不像刚开始那样 所以呢在场上的这个节奏呢要 比刚才要慢 嗯 嗯 还好身材高大写中博刚才呢感到在正拍 这一季正手的 推球呢 这扫球呢还是成功的压制了对方的防守 破坏了对方的第一发 现在是第二发球 维迪安拓 这一次没问题了是出界了 8比12 8比12 落后4分 8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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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可惜这个球非常的可惜 自己创造的机会 可是呢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扎压完这个球呢 因为他接了尤其像第一个球接的有点手软 那么第二个球呢确实是因为他接不到那个球 而这个谢仲伯呢如果要去接的话 又觉得那继球点呢又偏前了一点 嗯 所以这个球确实有点可惜 8比12 可惜 所以如果个人的分析来说应该是体力的下降 所以精力呢明显的就跟不上了 所以才会出现这一连串的一些不利 现况 又是 一个接发球的失误 所以这个双打运动员包括像混双运动员 这个场上呢就是说精力是非常重要的 但你的精力一下降 整个出手或者那些反应启动都会下降 所以这样就会影响整个场上的局势 没错 没错 那看见呢又是 那些在往前呢 在一个回放的一个直接得分 那现在比分来到14比8 印尼队 再赢下这一分就可以把这一场混双的决赛逼到第三局 来分胜负 嗯 那最终看见的印尼队 还是呢 顺利拿下了第二局最后的一分 他们是以15比8 为他们在这一场比赛呢 是成功的扭转形式 那现在双方打成了1比1 一些移动啊 速度方面都已经明显下降 所以引起他们在场上一些失误也比较多 而且一些优势也看不到 那么希望能够在休息5分钟过后 那么做一些调整 那么能够再次展示这个 在第一局当中的一些比较快的 比较好的一些激战术 张亚文的罚球 0比0 那上一届呢 在英国博明翰的市场标赛呢 当时候印尼队呢 就是5个项目呢 都是奖牌落空 落空 上网的意识还是非常快 但是呢 出手的时候要稍微控制一下 接着想要稍微有点 准备她要稍微跳 是不够在调整 的孔六 但如果现在没够在上衔子 会看不太大 军队的招牌落空 重量的安排 军队的准备她 军队了 这次军队的那些西方 对扛队的一个新的军队 对手打开军队 所以它可以了 不太平衡 那是军队的 有点准备她 道路吧 那看見納希爾這些球們還是看得非常的準 那剛才呢在 往前呢也是判讀到呢 對方這個出球的位置呢 趕緊呢也是在往前這一板的封殺 破壞了中國隊 兩個罰球得分的機會呢 現在奪回了罰球圈 好球 雙方這個防守的能力度還相當不錯 對 那看見維丹康剛才也是給納希爾一個提示出界 那這球呢事實真的也出界了 英尼隊成功的在決勝局的比賽呢是先打開記錄1比0 看見納希爾再往前這個跑動還有封鎖的也是真的非常積極 對 這也是近幾年來 英尼這個女隊選手算比較好的一位選手 對 那這一隊組合 可以說呢也是繼米納拉底呢還有戴克斯之後呢 算是比較出名的一隊狠雙的組合 對 2比0領先 好球 這球想要來一個重複的路線但可惜是剛剛出來了連線界外 對但是呢剛才我們從這個鏡頭來講就是說他這個球出球呢還是非常有反擊跟這個反攻的這種意識 而且球的質量可以說也是非常好 哇那在印尼隊呢這開局的氣勢相當不錯那現在比分已經來到3比0 哦 哦 現在中國在往前在接發球的失誤 那麼第三局可以說開局非常不利 那麼我想應該是 體能方面直接影響了中國隊這隊組合 在這個第二局跟第三局這個正常發揮 嗯 因為精力的下降 再加上這個場上呢這個 現在可以說明顯是兩個不同的一個情況 一方面就是中國隊的勢力呢已經開始漸漸的低落 而印尼隊這時候可以說是越打越順 嗯 這球呢那些在頭頂區這一板的下壓還是出界 他看見今天這三球的得分呢 雖然中國隊這數字呢是印尼隊的雙倍 不過在現階段的第三局呢 那基本上呢這還是處於一個劣勢 其實呢殺球多 相對看見呢印尼隊他們其實呢這防守也是非常好 對對 即時的變化 好球 那還是要通過他們積極的進攻 所以現在對他們的可是一個考驗 對 因為你要進攻就必須多花這個力量 那麼速度各方面都要付出比較大的代價 所以呢又在這個體力可以說是比較下降的情況下 那麼這個隊中國隊可以說現階段是一個考驗 所以看見兩位選手現在呢也是先喝喝水 印尼隊這一邊也一樣 但是你也不可能一直用喝水來做這個調整 在這個眼前只能夠靠這樣子 今天這個裁判我覺得還算比較仁慈的 對 因為像之前我們看到很多裁判就是說 不準 不準對 連這個擦汗 這唯一只能用擦地板的這種理由來 對 其實有時候裁判也要以當時候這種的合理性來判斷 到底容不容許選手做出某一些的要求 就是每個人的對合理的解釋是不一樣的 對 你又沒有說一個明文規定什麼是最合理的 沒錯 所以這個情況下就是看這個裁判他自己 人性的表達 表達 也不能說人性 因為太人實了可能也不對的 這個尺度的掌握 哈哈 你看現在在贏了第二局的比賽之後呢 的確可以說印尼對他們士氣呢 比起中國隊要旺盛的許多 對 所以這裡面就場上有很多就是 就是像惡性的循環跟這個良性的循環 嗯 一個人的一個對組合的他的士氣旺盛的話 那麼可以說是一個非常良性的一種循環 對 那麼士氣的下降就是一方面會變成一種惡性 再一個呢就是 像目前中國隊處於一個就是體力下降的情況下 那麼出現了惡性 那麼體力直接影響他的這個場上的精力 對 那麼精力的下降呢 又導致他包括像剛才的判斷上面 場上的這個速度方面都會出現這個 不良的這一個惡性循環 哇 那剛才呢是判了謝忠博呢 一個先移動接發球先移動 不過呢謝忠博也是 認為呢對方呢是一個兩個動作的發球 對對 哇那變成了剛才呢是直接判了一分給印尼隊 哇那現在又是一個殺球碰網路 哇那看見呢在只剩了半局的比賽頭呢 那現階段對中國對一些中國跟張亞文是非常的不利 確實剛才我們在解釋就是現在屬於一個 呃士氣旺盛的印尼隊的組合呢可以說是 呃所有好的東西都集中在他們身上 沒錯 就像不管是廠商的士氣啊 廠商的這些運氣啊 嗯 都可以說是比較偏愛他們 那麼作為中國隊要想扭轉這個局勢 那除非就是首先要把這個士氣長要提上來 再一個呢就是廠商的速度肯定要提高 否則的話 關於用嘴關於說加油這種我覺得是很難改變這個現狀 嗯 看見兩邊這個組合呢都已經是換了去 印尼隊是8比0在決勝局的賽事裡頭呢 取得非常好的領先優勢 那現在呢他們換邊以後呢是背對鏡頭 那中國隊是在鏡頭的上方 哦 剛才呢想要過渡了一個比較邊的落點 這球很可惜又是打出了界外 瑋迪安拓又換了一支球拍 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變成這已經是他用的第四支球拍 還有幾支啊 剛才叫他全部打斷算了 打斷自己的還有隊友的 那麼謝正博再次出現了這個失誤 看一下慢鏡頭 想來一個這個半場 那麼球呢是出現了這個沒有過往 第三局的形勢 他看見維迪安拓呢很想再往前做這個垂死的掙扎 13-0 張亞文 4-2 4-2 5-2 第二局 開局呢 印尼隊裡 應該是比第一局的那個 這個節奏要快得多 所以呢中國隊目前呢就顯得在場上有點被對方控制的這個局面 所以這時候呢看見呢中國隊也是要求暫停一下 那就是理一下呢自己的思路 對其實首先還是要保持場上的這個主動權 那麼這主動權怎麼來當然是要靠這個速度 好如果你沒有說對的話那當然你是屬於一個被動的局面 對 看見呢中國隊還有印尼隊的國旗兩位這球迷呢都不同啊不停的揮動他們的國家的這個國旗 好來看看到底呢中國隊能否呢在印尼隊手中投回罰球去 好球 那第四呢剛才那個暫停的對中國隊還是有幫助的 成功的阻攔呢剛才印尼隊這第一發球繼續得分 好球 對這個就是快 你如果沒有快的這個意識 那麼就像剛才在第二局剛開局的時候呢就顯得比較消極一點 所以剛才這個短暫的這個暫停 調節那麼還是帶來了這個好的效果 好球 這個球呢出了有點危險 好球 因為剛才他的這個出後場 印尼隊的這一位 威利安托還是有這個能力來 進攻 還好就是對方這個位置不是特別 順那麼這個球呢是打了出界 好球 那麼在場館有些風向情況下 所以有些球呢要特別小心尤其是起高球 因為起高球在空中的時間會比較長 所以呢就是不許 不要要求太高了不要要求那麼準確 那當然你有些推球 有些扑球還是可以 因為畢竟那個速度比較快 好球 好球 靠起來 那麼剛才這個球呢一路沒有出得去 所以呢我們看到這個 印尼隊這位女選手呢 那麼風壓還是相當這個緊 好球 那麼不宜第二局那麼目前是5比3 那麼印尼隊奪回了發球權 還是要減少一些不必要的失誤 對 那麼雙方其實現階段打的節奏還是非常快 因為中國隊呢也加快了這個速度 所以導致印尼隊呢他們也相應來說要保持這個場上的控制權也一定要把這個節奏要放得比較快 6比3 好球 好球 那麼這個球其實印尼隊這位呃 那我呢他在措施了一個機會 因為剛才我們看一下慢鏡頭 這是後退的時候呢這個不夠快 因為這個回球的質量不好 剛才是因為這個 這個 那樣我們在往前其實一個質量不是特別好的情況下 我們還沒有抓到這個機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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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裡面這個變性還是都相當出色 有些球看上去非常被動 可是突然的變性還是能夠取得效果 好球 那麼三宅這個球 可以說是 印尼隊也有措施的一個良機 哇真的 看見謝總統剛才飛身 就這個球呢 的確是有價值了 再來看看 腳步跨不出去 但是這一飛身 把球挑回去 反而是構成了 維迪安拓呢這一板的下降出現的過往 這就是機遇 很可惜 那麼印尼隊這隊組合 那麼在大好形勢下 那麼這個球 出現出現了這個失誤 當然對周公隊來說 像這個謝忠 我剛才的這個付出 那麼還是值得的 沒錯 那現在 很有氣勢的奪回了 八球圈3比6 那現在接下來的任務呢 就是把這個落後的比分呢 追上去 那麼這個球 一方面對雙方運動員 在多拍以後 那麼是 有一定的這個辛苦 那麼再一個呢 印尼隊 能夠及時的暫停 目的也是要調整一下心情 因為這個球 相對來說會有一些懊悔 因為畢竟好像可以說是 倒手了這個一分 對 就丟掉了 哇那其實呢 雖然說這個羽毛球的場地啊 這麼小 但是呢打一場比賽 相對 就計算下呢 差不多就是 選手已經是跑了一里路 就是走了一里路 你說這場地很小 場地很小 場地很小 但是因為再來回來奔跑 沒錯 就相等於是 走了一里路 對對對 其實羽毛球這項運動 在眾多運動裡面算是個比較激烈的 而且比較累的一個項目 對 好 那麼剛才中國隊通過剛才一個戲劇化的一個變化以後 那麼比分呢可以說是逐漸的趕上 這也說明中國隊運氣呢 漸漸的這個在靠向的這個中國隊 嗯 五比六 好球 防守還是相當不錯 跳起來 好球 那麼在比較亂的情況下 還是做一些調整 可惜 有些可惜 就是在沒有十分把握的情況下 那麼這個球呢就是 你還是可以做一個過渡 因為這球還 算見面蠻多的 那麼這種情況下 那麼就是沒有把握 還是盡量把這球先過渡過 我看見呢 現在兩隊也是先暫停一下 那中國隊目前呢 還是取得 在比分上比較接近一局在手 而且呢現在手上還有第二番球 在 在 今年呢 2005年第14屆的世界羽毛球錦標賽呢 已經是來到了最後的一天 那在今天裡頭呢 將要進行呢 這三項呢 四個的決賽項目 在昨天裡頭呢 已經完成了一項 就女雙的決賽呢 中國的組合呢 是包攬的這一次呢 前三的名次 那冠軍是去年 雅典奧運冠軍 楊偉跟張傑文 那雅軍呢 是高齡 黃碎 第三名呢就是 今天也在滾雙呢 進行比賽的張雅文 跟張丹 那現在呢 中國隊呢 剛才很可惜呢 這一次是被呢 印尼隊攻破他們防守呢 現在在第二局的比分 還暫時落後一分 5比6 印尼隊接下來 會有這個罰球的機會 那希爾的罰球 那麼中國隊這一次 在世界錦標賽上的表現 可以說是相當不錯 那麼已經有一塊 女雙的金牌到手 那麼目前除了男雙 沒有進入這個決賽 那麼其他項目 都有中國隊的 爭奪的這個機會 5比6 5比6 中國隊罰球 謝忠博 那希爾連續起跳的殺球 還是沒有錯效 所以我們在說 這個選手的殺球 效果呢 就是威脅的 沒有難得來的那麼兇 可惜 他剛才那謝忠博 想要來一個大對角 那這一切殺球呢 距離這個場內 有效的得分位置呢 還是有一點的距離 剛好 這球是出界 很可惜 稍微出界了一點點 再來看一下 看不見 看不見 在那個 慢鏡頭那個控制呢 也是要時間要配合的很好 對 要跟現場內進行的情況要配合 對 那麼比賽現在進行到2比4 目前是中國隊 暫時領先 那麼開局到現在 雙方其實打的還是 比較慎重 對 再一個呢就是 雙方的失誤度還是比較多 尤其是在這個前半場 那雖然在上一次交戰呢 是由印尼的組合呢取得勝利 不過呢 相信呢在今天這場比賽呢 中國隊是絕對有機會呢 給印尼隊呢是 帶來非常大的一個威脅壓力 因為呢這一次畢竟呢 中國隊是擊敗兩隻大種子的隊伍 好球 漂亮 謝中國 那麼這 平手打的這個 質量還是相當不錯 我們看一下 一個高點的一個對角 也正好是印尼隊的一個空檔 非常有信心 謝中國 奪回了發球圈4比3 是的 手作 漂亮 進攻的路線 那麼也非常的明確 看一下 對 也是這個 落點也在女孩子最 難守的一個 落點 5比3 5比3 嗯 這個挑球呢還是 出了底線線 對 那麼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 力量 就是把這個弧度要調高 因為 到目前為止 挑球應該有三個出界了 好球 好球 雖然這個球我們看到這個沒有發力 但是呢這個球呢因為它下壓的比較快 所以呢我們看到這個印尼這一位選手呢根本就來不及去反應 好球 好球 張亞文在發完球以後的跟進的意識還是非常快 所以剛才這個前面的這個 突球也為這 謝忠博呢帶來了一個很好的進攻機會 7比3 很可惜這個短球沒有發進 3 7 比利隊奪回了罰球圈 3比7 4分的差距 危險 哇 還是發球直接得分 4比7 4比7 6位球 這球呢就是它 擋 你可以擋 但是你要擋著這個 要對方的 沒有人的位置 我們看著就是它擋著正好是在印尼隊這位女選手這個 就是可以說很順的一個地方 嗯 嗯 嗯 嘴地安拓剛才反拍這個平衝是出現失誤 5 7 2 5 5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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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是有7个印尼队 只有2个 好球 轻掉位 在往前的张耀文 是创造一个扑上来的机会 那线 刚才在往前的控球 是过高 给了张耀文一个很好的扑球机会 那线今年9月才满20岁 又是在往前输 那延印尼的男将 威迪安拓呢 在往前也是感觉有点压力的 对因为张耀文在往前 那么他的扑往的意识还是非常强 所以刚才前面的几个球呢 可以说是意识都非常好 而且也非常成功 所以这样无形当中就给印尼队 不管是男的女的 就是在往前方面呢 已经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对 所以当他们要出手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小心 现在是9比5 中文队已经是有四分的优势了 那毕竟呢 今天在战时呢 这边的位置 真的是属于一个顺风 所以呢 看见谢东博呢 这挑球呢 已经也出现了好几个失误 对 那么就是 刚才我们讲的 所以当你这个失误的时候呢 你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嗯 一方面就是力量的控制 一方面就是弧度的这个控制 那么都可以使这个球呢 就是说 呃 能够达到 就不能一直这样出现 这个失误的情况 嗯 好可惜 他刚才虽然已经跟进到 不过在 拦截这一球里头呢 还是力道没有掌控好 出现了失误 谢中博 那现在印尼队又赶进了 两分 7比9 想要来一个重复路线的过渡 还是打得出界 哪些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双方攻守 应该是 呃 差不多 但是呢 到目前位置就打了这么 一两个来回这样 就是这种 交往 那么基本上还是以这个 半场 把这种平抽党 党网这样的方式 过很多时候呢 看见呢 印尼队每每的 就在过度往前这一球呢 就失误比较多 的确呢 在尔文今天在往前 也给他们这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对 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就是说 他在前半场的这个意识比较快 嗯 而且尤其像他这个往前的这个扑网 这个意识都非常强 所以呢 所以呢就令对手 在 回答往前的时候呢 就要多思考 就是 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呢 出手呢 就会 有点顾忌 没错 对对 第二个球 对对 第二个球 第二个球 我们看到 其实他已经准备的 应该是在他预料当中 所以他也觉得非常可惜 张亚文被逼到货场 好球 好球 连续三板的大力扣伤 谢中博 非常有气势 再来看看 出了高球 这一板球生的过度非常漂亮 这球看见又是一个碰网过 那里 印尼队呢 只能眼睁睁看着球落地 确实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张亚文在后场 那么在及时的通过这个变化 那么把这个位置给轮换过来 那么这就是双打里面所需要做的 那么作为对手呢 他当然希望把女孩子能够调到这个后场 因为毕竟出来的球呢 这个威胁不是很大 那么相反来说 作为这个被这个调到后场的女选手 就要怎么样把这个位置再调回来 好球 看见了眼神非常的坚定 两位中国的选手 哇那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11比7 印尼队现在呢 感受压力越来越大了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因为谢中文目前的进攻 给印尼队还是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压力 可以说他的威胁还是非常大 对 再加上张亚文献在往前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史 就是他的威胁也给对方造成了比较 心理上比较担忧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目前这种这个形式可以说还是非常的有利 对 当然就是要对自己来讲 就是要减少一些失误 没错 那刚才呢 就是这个回球呢 刚刚是推出了这个界外 也让罚球权呢 让回了给印尼队 谢中博个子非常高 那占尽了这个高空后场的杀球的优势 在张亚文献个子挨小 不过在往前的第一圈呢 反应也是非常灵敏 来看看能否呢 在印尼队这两个发球里头呢 做出一些的破坏 那看看能否呢阻止对方增添分数 为迪安康的发球 好球 这球呢是刚好推到呢 纳西尔非常难受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因为这个球正好是这个拍子的很难挥 就算你挥出去的那球可能过来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 对 跳起来 好球 可惜刚才回到往前的这一板呢不见过高了让维迪安拓能够呢快步到往前做一个扑杀 对 打往的意识是对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球的质量不是很好 是0.0.��か的 打秒议 打秒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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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是過,11-8 11比8 小心,那麼這個球在防守的時候呢,可能沒有想到對方會直接殺這個謝忠伯的這個直線 綜合隊還有第二方 一般來說,在這個混雙比賽當中,當防守的時候呢,這個男選手呢,他的防守的面積會比較大,因為他還要照顧到這個女的選手 嗯,可惜 這條球呢,想要過度一個對角後場,但還是出了邊線界外 7-8 11 9-11 9-11 俄羅斯 2-1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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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好 比赛 比赛继续 拿西亚的发球 可惜 那么刚才这个球 谢忠伯在 其实是一个过渡球 那么他是想通过这个过渡 一个调动对方的位置 在一个呢 也寻找更好的 这个杀球的机会 这是可惜 那么这个过渡呢 是出现了失误 9比11 这一板杀球非常的重 刚才回防呢 因为这个谢忠伯呢 这个回防的位置呢 还是慢了一点 所以接这个球的时候 是稍微显得勉强 今天呢 维迪安拓已经是杀断了 两支球拍的线 会不会把那个线全部杀光了 他看见他球拍袋里头呢 这存货还很多 一般来说就算存货不多 他们就是马上拿出穿 对对对 真业余的选手呢 他们就是如果呢 就是小朋友啊 金少年球员 他们经费不多呢 就补线 对对对 流行那个补线 是 其实你要说补线 你和我的那个时代 也是不是流行的 就补线是正常 比较节省的 是正常 对对对 那么这个球双方 那么尤其是像这个 谢忠伯跟加尔文呢 就显得有点犹豫 因为这个球呢 是在中间部 那么两个人 基本上都是可以接到这个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就是 谁去打这个球的问题 那么其实这个球应该是 这个谢忠伯打会比较合适 因为他正好又是一个正手区 那刚才从这高空的镜头 也看见呢 这场馆的非常大 而在右边的位置呢 是有一片场地呢 用那帘子呢 给隔开 是用来做一个热身的场地 那刚才已经看见了 两位女单的选手 张宁跟谢信芳呢 已经在那边做热身活动 那么目前是12比11 印尼队组合 那么从落后的情况下 那么追赞的目前是领先一分 对 那刚才一度呢 是7比11落后的印尼队 好球 那刚才谢忠伯呢 又是刷到纳西尔的 非常难受的一个位置 这球呢 虽然它能够挡到 但是呢 这个力量控制方面 还是不能够做出一个过往球 中国队脱回了 拔球圈非常紧张的一个局面 分数是一分的差距 11比12 那么应该还是要多 采取这个进攻 那么更应该在这个前半场 尤其像这个张亚文 一方面要创造机会 一方面就是 在前半场要争取这个主动 这球刷得很长 一直呢 想追向的那些很难受的那个位置 再来看看 这球呢 最终还是杀出了底线界外 这变成现在中国队是二发 张亚文的罚球 好球 过度 好的 调整一下位置 好球 很明显 那么就是前半场 那么 赞亚文还是相当不错 所以尽量就是要发挥自己的特长 那么为这个谢仲博多创造这个杀球的机会 那现在比分是达成了平手 12比12 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张亚文继续罚球 再往前 这第三拍 没有处理好 尼尼队在罚球之前呢 也是 先还是暂停 他看见呢 在羽毛球这项目里头呢 最成功的两个国家呢 就是中国和印尼 而在这个 IBF所有的赛事里头呢 这两个国家 他们取胜呢 基本上是达到这70%这个取胜的比率 尼尼队的二方 可惜 那么刚才 这个谢仲博在准备的时候呢 稍微欠缺了一点 那么所以在接球的时候呢 稍微慢了一点 接球点偏厚了 那印尼队来到13分 好球 围尼安托刚才很气 就把那个毛球也踢到这个旁边 这两个点压得还都非常漂亮 印尼队 把这个发球权又让给了中国队 现在比分是12比13 我刚才裁判也是给维迪安托的警告 因为其实来踢球也是有点不礼貌 是的 因为羽毛球还是一个高尚的运动 没错 所以还要注意个人一些小节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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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